逻辑函数部分,当然第一个啦,我们综合并,我们先用这个题目来看一下,插入函数里面的话,那各位可以在那个Excel里面的一个类别叫做逻辑 那逻辑里面蛮多的啦,就大概这一些啦,那比较常用的大概就if 或者是像什么and,or,nature,那true force比较少啦,true force的话是不是为真啦,比较少 或者is,is,l,这个的话用到的,这样你也可以,它主要是一个参数,两个参数,就是如果有错误的话,它就会把那个什么呢,把这个讯息传回 OK,这个好像用的比较少,是大家没用过没关系,你可以先看一下,这边有怎么传什么东西啊,如果实在不知道这边有函数说明 那我们这边if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确定,里面的话就是它的成绩,如果平均成绩怎么样,大于等于60的话 如果这个条件成绩的话,那当然它这个这个地方大于等于60,大于等于60的话是合格 反之的话呢就是不合格,OK,那我们就把那个这个逻辑先把它打上去,不合格 OK,那它是文字,所以前后会帮我们加上那个双引号,好,按下确定 这个时候会帮我判断,这个是不是到底合格不合格,往下填满,自动抓它的左边的这个储存格 自动帮我判断出来,那这个我想比较简单,一般做出这样的结果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希望做出多重判断 什么叫多重判断呢?就是如果今天你要把合格不合格改成A,B,C,D的话 那也就是说,如果它今天成绩是大于等于80分,是A 第二个等级是大于等于70分,但是小于80分的话 那就是B,意思的一堆,A,B,C,D,D的话就是等于是小于60分的吧 那可是问题你要怎么做多重判断 那这个就需要思考一下 那多重判断的话,这个时候呢 诶,当然你如果懂得多重判断一下就做完,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能就要做很多事情,用眼睛看吗? 如果人数少还好,如果人数多的话 而且每天都要做,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那所以一般如果今天呢,要做出多重判断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我会从上面一直往下判断 先把A先筛选出来 剩下就是B,C,D嘛 再来筛选B B筛选出来就剩C跟D 再筛选C 最后剩下的就是D 那因为呢,在那个 逻辑函数里面,它没有那种什么 A,其实就是多重判断 所以变成说我们如果要做多重判断 变成要多做几次 那怎么做? 我示范一次给留一看 这个应该没问题 其实从这个去延伸出来的 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一辅,按确定 如果它的成绩怎么样? 大于等于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刚刚是60,现在是80 大于等于80的话 那应该是多少 A,对不对? 反之的话呢 反之的话就BCD嘛 那可是还是 所以剩下来的还要再判断 所以如果还要再判断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就是在乙符里面呢 再加乙符 可是乙符里面怎么要再加 特别注意哦 这个关键的动作 如果说你要在乙符里面再加乙符的话 以往可能要自己打 不过不用这么想